反而在战国时代 孔夫子的思想没有了 春秋时代是孔夫子一家有庙 独奥 每一个人都尊奉孔子为圣人 到了战国时代 所谓的儒家的地位已经大幅没落 几乎没有人在谈 那为什么不谈 很简单吧 我如果在篡位 你跟我讲 君进城中 听起来不是很难过吗 我如果贪得无厌 你叫我知足常乐 我觉得我盲刺在辈呀 是不是 你看孟子七篇里面 你看到各国的君王 共同的特色 贪得无厌 他贪得无厌 下面的百姓 风行草野 君子之得风 小人之得草嘛 那上位者如果是不好的呢 是一棵有木呢 下面的百姓就是杂草嘛 有样学样 学样以后还可以再进步 去改创 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又带给我们一个省思 我们在听闻圣贤义礼 当你听不进去的时候 你要去注意 不是圣贤的道理有问题 是我当时的心态 我的修养 我的道德观念 让我听到这些东西 总觉得你好像在指桑骂槐 我就不舒服了 所以我们在道场上 不论任何一个班旗 听讲师 听前人被点传失败 在讲述道理 你听到一个道理 你觉得不舒服 以我对我们现在道场 讲师的素质 我可以理解 黑的要缩成白的 这种情况 应该不太可能有 那就可能举了一些范例 不如你所设想 哪一些范例 不如你的意思 请小心 可能那个就是你的致命要害 所以后学一路 在学道理的时候 我总强调四个字 对号入座 圣人讲的道理 是读后我一人的 所以我在讲圣人的道理 就是为了要滋养 我的法身会命 那我也希望 你们也这样子的认为 你研读圣人的道理 就是把圣人请到你家 做什么 做家教 这个家教不用付费 而且随时随地 他都什么 可以奉召而来 你要开卷 他就来了 那儒家思想 他不能够流于当时的战国时代 我就举我们儒家思想的 所谓的十六字心法 十六字心法里面 我只有谈八个字 为今为一 允之绝中 你就可以看出来 在战国时代 孔子的地位 大幅没落 而孟夫子能够起来 成为亚顺的原因之一 在顺境里面修道 能够道成天上 那个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 在逆境当中 还能够展现我修道的恒心 毅力 那才是值得我们傲人的一个所在 所以在我们的儒家的心法里面谈到 为今为一 这四个字 何为今 天命之为信 为今为一 允之绝中 这八个字 谈的就是道的体跟用 谈的就是中 谈的就是用 所谓经跟医者 就是我们这个真如本性 经者不眨眼 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染污 因为没有任何染污 所以 它下面才会有 一的出现 一叫做绝对 不与万物为吕 什么意思 任何外在的环境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可以干扰到 这个独立而不改的自信 那请问你 这个经医之信 落到今天你我的身上 有经吗 有医吗 财色明十岁 欺恩子爱 生死残绕 哪一个不是让这个经医之信 展现不出 它绝对的一个风貌 所以我们才要修 我们才要学嘛 当我们有了 把这个经医之信 我们复明的多少 我们才能够允之绝中 允之绝中叫做用 所以有前面的明体 才有后面的答用 他就是守信不疑 死守善道 再在处处 我率性之位 道也 虚于之间 一切的作为 不背离这个天体 这个叫做允之绝中 所以这两样 这两句话 八个字 我们在开展 读梦子的时候 你看哪一个君王 何于这个 不要说何于这个 离他有八百里路之遥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自己 过去的君王是惩 惩自己的私欲 有我无人 那你我今天 研习天道 研习王道 学了这么久 在你我的心腔 胸腔里面 有几分别人的存在 还有几分对我的什么 一个执着 这不都是我们在读圣人的时候 可以给我们读圣人的 立论的时候 可以自己为自己的修为 打下一个分数吗 有了分数才知道 我们要如何的去做一个调整 所以在儒家的思想讲 顺死经一知性 就可以以知 弃君则中 弃君则孝 处夫妇则和 交朋友则性 然后呢 我们落到后天 常讲六万多年的轮回 自信受到污染 一旦受到污染 一切的行住坐卧 四肢百害流露于外的 他不能率性了 自信不能当家了 他不率性 他有情 情来自于人心 以佛学而言 叫做第六意识的主观心 那主观意识来自于我 有我则有私啊 所以有情则私 各位前写 有情则私 所以做父母的想一想 你对儿女的爱 是有情还有道 夫妻之间 你有道还有情 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很爱我的孩子 你真的很爱 你要把那个爱 像佛陀一样发挥 那么你就不会因为 你爱的对象 他的作为 而影响到 你对他的爱有多少 理解我的意思吗 你透过这些的张句 你就引申到生活里面 我问过我们地方的道亲 他们爱子女 子女表现好 他们爱就来 然后当他有表现略为 有一点不如自己预期的时候 考试跑不好啊 这个所谓的调体捣蛋啊 就有的时候偶尔会有种懊恼 我生他做什么 有没有注意到 因为你嫁到一个好先生 你娶到一个好老婆 他对你摆一摆顺 所以我爱你入骨 那如果他明天薪水不回来呢 对不对 老婆好吃难做了 我们就有一个怨叹的话 眼睛背什么 够到喇叭啦 当你有这样感慨的时候 你是有情不由道 注意到没有 所以五轮关系里面的 每一个东西的对应的态度 哪一个离开圣人之教 所以这些的家庭生活 我们要去省思的 所以情则有偏 原来我们在养儿育女 我们在处夫妇之间的时候 也不见得是道心在作用 于是就会让我们在学到的过程里面 不再画地自现 看到了自己的缺点 看到自己隐为的瑕疵 我们才有补强的一个机会 所以学到修到 透过学到知道自己的不足 知道自己过的地方 所以修到就是补不足 除多余嘛 像老子在道德经讲 以射箭为比翼 所以新兴的学说 在百家真名之后 所有起来的学说 他是直于一端 他看的角度不一样 他的利润就不一样 或者有一些是标新利益的 如果你们有读过历史 甚至在你们那本书上 后学有看过 在当时还有一些的 那些所谓的弘扬的学说 简直是不堪入目的 他重欲 他主张重欲 还有重欲的学派 可是这样的一个学说 能够推行出去 可见他也设受一些的 有缘之人嘛 就像今天我们所处的 你讲人一说道德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听啊 如果你找他呼朋引拜 到外面去 所谓的尽情的享受 他还有很多的空档可以配合 所以过去跟今天没有差异 时间是什么意思 时间不过代表 人心的一个转化而已 空间没有任何的意义 从这个点移到那个点 点在变 但是人心的取向 有没有因着我们的到来 而那个地方的人心取向 它有往上的一个提升 而不是往下的堕落 而前提就是 我们自己提升了没有 所以这么多的所谓的学说利润 在学术自由的情况之下产生 如果都是来自于圣人之教 他就不会有战国风气的一个盛行了 可是都是一些自己的发明心地 而且多半都流于华众取宠 因为他们的动机都是为了谋一己之私利 苏勤张仪 不是为了谋私利吗 商鞅不是也为了要建立自己的身为吗 你去研究法家韩非子你就知道了 没有一个是为国为民的 前提都是创造自己的名文利养 所以他们的学说就容易带动人心的 更深一层的腐败 加重了社会的动荡不安 包括墨家也是如此 那因为我们是专研蒙子 所以对于墨家所说 或许就不要琢磨太多了 那接着我们进入到孟子 孟子明科生于周烈王四年 西元前372年 各位前去想一想 他跟孔夫子离了多久 他跟孔夫子最相同的地方 两位圣人都是来自于山东 这也是我很津津乐道的 因为沾了地缘之光了 是不是 但是有山东的地缘关系 因为欠缺的血缘 所以没有那个资质 他本来是山东辱国人 后来迁居到周地 成为周国人 就像我们本来是在台湾 跑到了其他国家 就取得其他国家的 这个所谓的国民的身份证 但是过去的移民是很简单的 只要你迁移就好 现在要经过其他国家的允许与否 他跟孔夫子最雷同的是生死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家庭背景不好 修道的过程太多的坎坷 你读到孔子 你读到孟子 你会觉得我们所遇到的跟人家比 这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孟子三岁上父 由母亲抚养长大 跟孔夫子一模一样 对不对 然后孟子年幼的时候 模仿性很强 所以才会留下了什么 孟母三千的一个佳话 因为他只要住到杀猪的旁边 他就学杀猪 他如果跑到私塾的旁边 他就学私塾里面的朗朗读书生 那以我们现在而言 我们也很想学孟母三千 但是高昂的房价要我签不了 所以如果回到上古的时候 不是很好吗 所以你看看 孟子在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长大 人家的心系有偏虚吗 没有 他是单亲家庭 他的经济环境也不够好 可是依然造就了人家 圣人的资质 所以这个叫做根器 我现在只是凡夫 我培养自己 我可以迈入贤欲 我再进一步的提升 我再来的时候 也可以像孟孟两位圣人一样 有这么良好的根器 所以读圣贤书要立什么 圣贤制 立圣贤制就是 顺何人与何人 我若有心我亦是 你有多圣人之志的那种雄心 大略有没有 他是圣人所乐见的 那孟子 他不是直接受教于 所谓的孔子跟子狮子 时代的背景 时间上已经看出来 他是由子狮子的门人赏识 然后带进了儒家的一个领域 那我们知道子狮子 他是孔夫子的孙子 所以他尽得孔蒙的一个心法 因此孟子所学的叫做正统的儒家思想 也因为是正统的儒家思想 面对战国时代的百家真名 那么多不如理不如法违背圣人之教的言论 他看不下去了 他看不下去 他不在台面下 在那边发牢骚 他要到台面上 他发雄心 发大怨 他以他的一己的力量 要去力挽什么 狂烂 我们有没有这个心 所以孔子在跟着子狮子的门人 学儒家思想 当他学悦有成以后 他跟孔子一样教授学生 他也曾经取法孔子 带着学生周游列国 但是他周游列国的身世 要比孔夫子来得什么 来得壮大 跟着他的车辆有几十辆啊 随行的弟子很多啊 他第一站到的地方是齐国 有地方的讲师问我 他到了这篇 那为什么第一篇 要用梁慧王篇为代表 梁慧王篇也不是只有谈 跟梁慧王的绘画吗 他孟子七篇怎么样的集结 跟我们毫不相干的 因为他是独立的单元 不影响他的思想脉络的 一个完整性 所以我们只要在每一个单元里面 折取他的为言大意 至于他要哪个摆第一张 哪个摆第二张 好像不要琢磨太多 这个跟大学中庸不一样的 他到了齐国以后 齐先王是当时的大国 他仰慕孟子的威名 他也有心要改造自己的国家 所以他认同 孟夫子所讲的那种 治国的蓝图 但是不愿意配合 因为要配合这个蓝图之前 他要改变他自己的一个心性 所谓的克服自己是很困难的 要求别人是很容易的 而且他一心一意 他认同孟夫子治国的蓝图 是因为他认为 透过这样的一个学说的推行 可以成为当时望天下 一统中国的那种位子 他也不是真心想要去取法 那种王道的思想的 所以他的动机也不纯正 因为动机不纯正 所以当孟夫子提出这种 治国的大纲的时候 要求宣王要从自己本身开始修正 宣王就不愿意了 那孟子在七篇里面 谈的都是一个问题 叫做王道 刚刚后学用中庸两个字来讲 中是体 体是天道 谈天道一定要无我 所以你我一定要在学道的过程 第一步想去我值 三教圣人都叫我们去我值 我值去化的多少 就攸关我们的欲望有多强 因为欲望就是因我而有的 有我才有金钱 才有情爱 才有生死的一个困惑 所以放诸四海皆准 你要内圣有所修养 有所提升 你不能不把我去掉 所以谈中庸的体 明体就是要去我值 那谈到用的时候 中庸的庸字 他叫做用 用是王道的落实 所以你我行中庸之道 对自己要去我 然后在行道的时候要达用 你要懂得爱人 要有慈悲之心 所以你从经律论三藏里面 看到佛门在谈的时候 所以凡修菩萨道 若希望有所成就的 你不能不去扩大自己的慈悲心 慈悲心就是有没有 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的一个落实 所以孟子只有主张王道 同王道里面就合于义 义就是你在这个位置里面 你应该做的合宜的事情 所以他是落在用的这个区块 但是孟子不是不懂得中的体 时代背景让他不能说 说了以后也不会为人家所认同 所以谈王道要爱人 那在一个上位者 第一个 上天为什么给你一个君王的位子 希望你能够爱名如子 后面有一个章节谈到 天降民以后 为民立君立师 君跟师就是 你要带天去爱护这些黎民百姓的 所以第一个 老百姓要求的是安居立业 你要安居立业 就是三餐要能够有着落 如果饮食无忌的时候 吃早餐没有中餐的话 你想想看 他要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心性 有可能吗 不可能 是要满足肉体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需求 所以接着谈增产减税 然后这种基本上 让百姓立足的条件 为君的做到了以后 观寡孤独 就是号召老百姓 对于社会的弱势族群 你要投注一分关爱之心 叫冒原佛堂今天的敬贪 他就是这个区块 那这个是不是要 你跟我都没有后顾之忧 我才有精神上的一个什么 一个网外的释放吗 这个就是你在看孟子七篇的时候 你可以看出这么一个脉络 所以这一种 安内在阳外的做法 他需要一段时间的 我们要一棵大树 要枝叶繁茂 要开花结果 你要先固本 固本的时候 那一粒种子埋在土里面 它要埋得生养分够 它才能够逐渐的冒出土 土面 然后慢慢的往上 一个所谓的生长 所以固本是要耗时间 可是各国的君王 都喜欢吃素食 所以面对这样耗费时间的一个工作 他们不愿意做 这就是孟夫子周游列国 最后一事无成的一个原因 但是各位前言注意到没有 孟夫子跟孔夫子一样 都在周游列国 希望能够宣讲仁义 但是没有一个国君 去顺服于他 采纳他的谏言 以凡事来讲 不论你投入多少的心力 谋划 最后你得不到赚钱 他叫做失败 所以凡业是以结果论成败 圣业不是 孔夫子周游列国 得不到君王的认同 跟孟夫子一样 两个人回到家乡的时候 不因为年老体衰 不因为在推行义礼的过程里面 受到挫折了 他们就把后半生的生命 给荒废掉了 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以后 我们讲所谓的 祝书力学 教育百姓 所以就这样子奠定了他 圣人的一个基础 所以我们在学半道的过程里面 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你对外面也要如此 尤其到末后的修行 重在成全 我们要不厌其烦 弃而不舍地 往人家家里去迎你那些 久不见面的老前贤 这是我们以后要做的工作 不要在意 我要几次才能把他带出来 所有你付出的心力 在这一个人的身上 他现在不显现结果 未来生是他菩提道心 涌住的一股强大的力量 所以这是我们在行王道的时候 爱人之心 那个爱要绵绵不绝 但是爱要绵绵不绝 前面的明体 改习性 化柄性 都是在破除强烈的我之 所以修道的次第 各位前显 内圣外王要齐头并进 外王是给我们力士练心 看出自己修道火候的一个端倪 也不能只有修自己 我不到那个境界 我就不出来 你需要靠很多的责任的负起 才能够锻炼出一副好的心性 我不走出去 我怎么知道自己不被社会给染污呢 自己家中做 自知自觉无成垢 一走出大门 哪知还在泥水中啊 两脚在名利当中 在情爱当中 在恩怨情仇的交葛当中 火候就在那边看出来 所以行外王的时候 要有感恩之心 因为有那么多人 给我们提供机会 让我们能够照见自己的无名